对加州人而言 买房似乎越来越困难 根据加州地产商组织的 2016年买房报告 即使民众身处低利率的时代 仍旧无法弥补房价涨幅的落差 根据最新的加州地产商组织 CAR公布的传统住房可负担指数 加州买的其中价位独立房的人数比例 从上一季的34% 降到这一季的31% 这是这项比例连续第13季 低于40% 反观2012年 可负担中价位独立屋的加州人数 有56% 另外报告也指出 中价位的房子大约是51万6千美元 再放入20%的头期款 30年代利率固定在3.85%的情况之下 购物者的年收入至少要 10万1千美元以上 才符合购物贷款资格